梁武帝跟志工禅师 两个人常常在皇宫 对不对 没有事情就在那边谈佛论道 看到对面 皇宫对面很远的地方 有一座雪山 这个山顶的地方 大雪之季节 竟然没有积雪 志工大师是有神通的人 他往那山头一看 秦彬圣上 慈山有高僧入大禅定 所以他入定的地方 没有积雪 这个梁武帝最喜欢这个 我们赶快把他请进来 供养一番 梁武帝最喜欢这个了 对不对 把他请进来 然后他就跟志工大师在那边商量 我们要试试他的道行如何 就是请这个雪山大师真的来了 入皇宫 请他坐 然后宫女要上菜了 对不对 他们端给梁武帝端给志工大师的都是那种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菜肴 这个宫廷的宴席 那自然就是一般人家难以想象的 故意端过那个大师前面 端给这个梁武帝端给志工大师都是好的 端给这个大禅师的就是一般民间的素菜 一道两道 两道菜他就生气了 两道菜他就生气了 让这个大学不能靠近他的这个禅定 两道菜就破掉了 为什么 他有我慢 你觉得你是轻慢我 对不对 他们就故意把它释出来的 我们在举这些例子的时候 你不要想 这些修行的这些公案典故 都是一些古圣先贤 都是一些古大德的事迹 这个离我很遥远 对不对 你马上要拿来比自己 如果你比自己 自己有这个问题 你就危险了 你就危险 因为你不是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修这些 如果那位雪山禅师 他在雪山有六年或者十年的禅定 对不对 你一生都不会有 我们现代社会你要达到六年禅修 十年禅修 除非出家众 我看你一生都不会有 是不是 所以你要觉得 这些问题我们很严重 我们要赶快处理 是 中国业 食物 232 剧 集成